这是我们结婚的第七年 在这之前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 真的会有一个人类的小孩加入我们 主要原因是因为开了浪浪后 已经让我们觉得太忙碌了 而且还有五毛 你干嘛坐在炒地机器的上面 不敢想象如果再来一个人类的孩子会怎么样 担心会自爆 也担心会牺牲掉陪毛小孩的时间 自从知道怀孕后 其实我也曾经忧心过小孩生出来 要活在这么多毛的环境中 到底会不会怎么样 当然众长辈也会时不时的碎念一下 很多人会怕小孩跟毛小孩放在一起毛会过敏啊 其实这种问题就是不要担心 越保护它呢会越脆弱 像以前我对猫咪也过敏啊 但是其实苦撑了半年就好了 我相信我们儿子也可以的对不对 小孩呢果然没有意外 非常难搞 最早的 试着摆回它自己的床上 宝宝 哈哈哈哈 他在冲劲 這樣他應該不會發現吧 這是到底是什麼偵測系統 哎呀小唱唱 我們自己做一下好不好 爸爸媽媽做點別的事情 你自己做一下 可以嗎 但好在我們家三狗兩貓 都很體諒家乖巧 斑斑陪把媽帶鼓滴喔 是不是 然後吞絲呢 就再也不當保母了 這傢伙就是做四三分鐘熱度 現在只知道要找東西吃 拍拍 你還帶著你的小零食喔 陪弟弟跟爸爸是不是 那弟弟呢 對小朋友沒什麼感覺 哭哭鬧鬧他也都沒差 他每天一人一直站在這邊 看水龍頭滴下來的水 我真的不懂他想幹嘛 有人家的貓咪也會像他一樣嗎 他們的生活變得更規律 更好捉摸 每天好吃好戴德 一點壓力都沒有給我們 常聽到有人說 有了小孩之後 要帶狗散步的時間變得非常的少 其實只要做好夫妻之間的分工 時間的分配 狗狗也可以得到非常充分的散步 我們的話就是利用小唱喝奶的時間 那其中一位呢 就是帶狗狗出去散步 其實小朋友呢 一天喝奶的時間大概五到六次 一次大概三十到一個小時 其中的兩到三次的時間 出來帶狗狗散步 就非常足夠囉 老闆爸爸在家帶小孩的時候呢 我就帶斑斑獨自出來 接著呢 是我跟斑斑單獨的散步時光 跟媽媽的精心時刻對不對 嗯 斑斑 不然斑斑在家或者寓主都沒有控制他 所以我們還是要跟斑斑有自己的散步時間喔 對不對 斑斑來 來 哈嘟 斑斑 斑斑 在我們帶小孩的時候 也總是乖乖的陪在一旁 雖然有時候看起來有點小小吃醋 嗯 斑斑要幹嘛 斑斑斑 這要登寵啦 刷存在感 嗨 嗨 香菇汤 嗨 吃醬 做醬 好逼人 他是决定跟他拼了 这阵子我常常会想 小孩跟毛小孩到底有没有不同 给他们的爱会不会不一样多呢 我目前的心得是 他们都很可爱 但小孩不能乱宠 没教好的话 他生命的几十年 可能是会祸害人间杀人放火的 而毛小孩生命就这么十几年 他们就能让我尽兴尽情的不控制 发挥溺爱精神 来来来来 小孩呢 他需要我们十几年的时间 接着他就会有自己的世界 而父母只是他的一部分 毛孩呢 他们的生命就这么几十年 全奉献给我们 而我们就会是他们的全世界 从以前到现在 我都听见过好多人 因为了有了小孩 而把毛小孩送走 这一年有了小孩的我想告诉你 别再为了小孩 手气猫狗 他们永远是最忠诚 也最需要你的孩子 请好好珍惜这份纯净的爱 更多更多 我认为了新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